来自吉兰丹哥达科鲁一名服装店华裔女业主 应在店内穿着短裤被指责不得体 并接到市议会开出罚单 该区市议会主席罗斯纳兹里敦促女业主 在七天内缴纳罚款 否则将面临法律行动 罗斯纳兹里在接受新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 这种规定早已存在 许多当地非穆斯林都知道这一点 他指出 女业主当时的着装与她在脸书上的穿着不同 据这名女业主表示 过去她一直以T恤搭配短裤的形象出现 这次也和平时一样 他表示 店内的顾客以华裔女性为主 这是开业两年多来首次遇到此类问题 即使她对执法人员求情 但也没有得到通融 执法人员也没有提前警告 直接开出罚单 让她感到无奈 马华和国阵之间近期发生内讧 由于巫统洛曼将马华和国大党视为国阵的负担 引起了马华的愤怒 罗曼早些时候警告马华和国大党 如果两党不忠诚 巫统将不会容忍并继续庇护这些所谓的活生生的蜥蜴 他揭露称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后政府组建前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和国大党主席是最早背地里背叛巫统的人之一 他还说 两人与其他巫统国会议员一起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慕尤丁担任首相 对此 马华领导人纷纷谴责洛曼的言论 马华副主席郑联科指洛曼的言论听起来 像是行动党的代言人 郑联科还反击称 巫统才是导致华裔和印裔选票流失的主要原因 洛曼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谁才是国阵的累赘和叛徒 马华发言人张又全也要求阿末扎西为洛曼的言论道歉 马清团总秘书胡伟豪更进一步呼吁党员在六周选举中放弃参选 不会为国阵和行动党拉选票 并表示要给傲慢的巫统人一个教训 至于行动党和巫统的立场 陆兆福表示该党已获得副首相阿末扎西的承诺 将共同应对六周选举 其他个人的观点可以不予理会 胡伟豪的言论也不能代表国阵 阿末扎西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促请党员别去理会未获最高领导层认可的观点 国阵与西蒙的合作目前可以说已经达到最佳水平 不要理会未获最高领导层认可的观点 国阵与西蒙关系良好 彼此的合作至目前为止 更是处于最佳水平 虽然阿末扎西未止民道性 但相信阿卫扎西此番言论 是冲着乌最高李氏落卖而来 民主联合阵线木 打在第15届大选中与西蒙同声共死 全力为西蒙进行宣传 然而当西蒙组建政府后 木打在即将到来的六周选举中未得一席之地 因此木打决定独立参与六周选举 不与其他政党结盟或合作 木打主席赛沙迪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宣布了上述消息 并批评西蒙违背了他们在第15届大选时做出的改革承诺 他表示木打决定单打独斗是因为他们支持的西蒙 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最初的竞选宣言 够了 别再用政治恐吓人民 应该结束散布恐惧的政治手段 我们不应该利用散布恐惧的手段来为无能 自满和傲慢开脱 事实是 如果承诺得到兑现 推动改革 还权于民 不轻视人民的投票 木打就不需要参选了 塞沙迪相信木打将以服务政治为原则 继续为马来西亚带来变革 同时 我们还将发起Politik Baru新政治的线上活动 引领新的政治文化 这也将是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此外 塞沙迪还驳斥了参选会分散团结 政府选票的说法 并表示应该结束散布恐惧的政治手段 有传闻称 马哈迪试图在幕后操纵木打 以破坏西蒙和郭明阵线 在州选中的胜算 塞沙迪表示 这些说法不属实 木打只是想捍卫真正的政治 那是旧政治的问题 当年轻人发声时 他们说我们是在回应那些老一辈的政治人物 事实是 木打崇尚多元性 我们希望看到权力下放 以及一个真正拥有多元种族和中庸立场的马来西亚 此外 该党副主席阿米拉为中六女学生打抱不平 批评安华在公开场合对一名中六女要电话号码的玩笑带有性别歧视 促安华公开道歉 阿米拉在推特上发表了谴责安华发表性别歧视不当言论的贴文 她要求安华公开道歉 并指出女性一直以来都忍受着这种不适当且不好笑的玩笑 更何况这是来自有权力和影响力的首相 因此 她敦促安华向全体男性树立榜样而道歉 然而 阿米拉的贴文引发了网民的不同反应 一些人纷纷留言支持安华 认为她并没有开性别歧视的玩笑 甚至讽刺阿米拉的观念保守 过度夸大了女权主义的意义 资深媒体人西蒂卡辛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首相可以开玩笑 但内容应该有趣而不是恶俗 她强调 作为首相 应该懂得庄重 安华不能像一个害羞的青少年 或一个多情的老明星那样轻率行事 她呼吁安华成为一个开放和自发沟通时代的首相 但对于像一个比她小十多岁的女生 开玩笑要电话号码的言论 她认为不太合适 她强调 首相的每句话每个动作 甚至每个手势都会被社交媒体 记录和分享 幽默是一门艺术 适当的幽默可能沦为粗俗 教育部长法迪娜 在被网媒追问首相的电话号码风波时表示 她已经回应了这个问题 并指出首相的言论被曲解 因此拒绝进一步评论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 今日到辽国展开为期两天官访 鉴于辽国及马来西亚 分别在明年及后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预计这次行程能加强两国关系 马兴社报道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赞比里 在安华访问前召开记者会说 这是我国领导人 自2016年以来首次访问辽国 这次行程很重要 因为马来西亚将在2025年 从辽国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 安华访问辽国将为两国领导人提供机会 已在辽国从印尼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前 建立积极势头 这也是安华自去年11月24日宣誓就任首相后 第七次访问东盟成员国